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很简单 不再折磨你了 不管是有了自己的音乐也好 有了自己的戏剧作品也好 你有杂志 你甚至有广告代言 这些东西都慢慢地开始 好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你也慢慢开始去熟悉 去适应 我帮你们洗妆 然后就你们装法 然后洗一点出发 好 好吧 来 好 我们下场欢迎 工作都是累的 各行各业都是 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70%的享受在于工作 但是你会有30%的累 这个时候累你要怎么办 你只能自己告诉自己 工作没有不累的 你享受了工作给予你的快乐 以及成就 势必你也要去吸收它的付出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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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拜拜 好 谢谢 比较有小小的遗憾的就是 你开始有了工作 有了事业 你真的真的没有时间 陪家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最想要去陪家人 其实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非常的少 也成为了一种奢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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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